经过了昨天的朝野院会冲突 原定昨天晚间要南下的太平岛的考察团 改为今天清晨由马文君来率队出发 一早蓝营的立委们在松山机场 搭乘了行政专机到屏东机场 要转搭C130要前往太平岛来考察 人数也因为立委挂财减半了 现场最新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婷宇 好的主播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今天早上是前往太平岛考察 那部分的委员是因为昨天的朝野院会当中 是有挂财而受伤 是临时取消行程 原本20名的立委是只有剩下10名 是今天早上的6点10分 在松山机场搭乘福克50的行政专机 前往屏东的空军基地 来转搭C13洞来前往太平岛 让我们来听听他稍早的访问 大卫中华民国领图 国际加油 去看一看我们的国境之难 然后也看一看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们也正式的希望向外界宣示 我们捍卫主权的决心 去视察自己的领土 没有需要哪一个人可以对我们 或者其他的国家 可以对我们做任何的一个指示 或者有任何的冲突 好那外交国防委员会赴太平岛考察的行程 人数是一再变动 立法院院会是昨天处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时候 是朝野爆发肢体冲突 而且院会是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那让部分园定登岛的立委是因为受伤挂彩 是临时取消前往 从原先报名的20位是锐减到10位 行程也从原先是在屏东空气地过一夜 变成一早是从台北的松山机场 搭福克50的行政专机 飞屏东再从屏东转达C13栋的运输机 前往太平岛 那预计是下午4点半之前 会从太平岛再飞回屏东机场 那昨天新闻团队也会随时为您转握 立委太平岛考察的最新画面 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时间尽头是交换给彭丽主播